美容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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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最後一次的講者 也就是壓軸 我們請到柯文哲的市長 到片場中分享 我們今天掌握主題 今天很容信 那院長也到現場了 那我們是不是先請院長幫我們說幾句話好不好 我們歡迎科技管理學院林哲群院長 謝謝佳靖老師 佳靖也是我們以前EABA的校友 謝謝大家對我們科研院這麼大的協助 柯市長 大家先拍個手好不好 柯市長這個八年來對我們首都的貢獻 大家是有目共睹 是非常的辛苦 那他這個在12月25號卸任後的處女的秀 就是他的第一場的演講 並不是給他的母校 是給我們清華大學 是不是 當然這一點請大家再給科研院講 還有我今天來是非常高興的 因為像我們這種年紀 有時候都要閒著父母之命 昨天剛好回去我媽媽那邊 我跟他說我今天會跟柯文哲市長見面 他非常的高興 所以我就帶著我媽媽的喜悅 來跟柯文哲市長見面 我媽媽85歲 我的了解市長要講的是我的人生觀 那我想從柯市長這一路以來 已經給大家分享我想應該做得非常精彩 那我就把這個麥克風交給柯市長 謝謝 這個問題要選這個題目 其實人是先有想法 思想信仰之量 其實從今天開始 你知道 你現在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會面臨很多決定 所以影響你決定的 是你對你的人生觀 這很重要 所以就用這個講這個題目 那其實我寫過很多本書 其中 就是這樣我在第二任 連任以後 你知道 我在想說我要回台大醫院大概 真的要回去當醫生很困難 所以我只想把我大概當醫生 我現在多了三十年 其實正確的講法是二十七年 有一些想法 想法記錄下來 所以寫了兩本書 要生死之間 那第二本是專門講岳赫謀 因為岳赫謀可以讓我們 去看到很多以前看不到的東西 就等下會講 當然是這樣 岳赫謀讓人家很神氣 有些人 從岳赫謀我們會救 可是問題是 救沒有成功死得更慘 所以常常 成功的大家拿出來講 那時代大家都 都沒有拿出來講 其實 在真實的世界 你會看到不同的面貌 那 你在YouTube 去刻這三個字 從點閱數最高往下 當然最高是這個 王世堅大戰 其實我是配角 你知道嗎 無辜的配角 點閱率 我那時候看過 一萬八 一千八百萬 天啊 幾乎全台灣 表示 有很多人看過好幾次 這個才是 不曉得我講 反正就是 世界上就是這麼奇怪 韓國也這一片 你知道嗎 左鴻江湖 現在 那第二部 你知道嗎 一日市長幕僚 這個喔 一千七百多萬 不過後來我每次想一想 我那個學姐 大概貢獻了五百萬 有時候我去高雄中學演講 你知道嗎 那時候二零一九年七 我想講完 開始Q&A 我想說學生第一台 一定是問我 要不要選總統 結果不是啦 我蠻驚訝 學生第一個題目是 學姐今天有沒有來 我還是要騙啊 這高山來講 你知道嗎 高山的學生 學姐有沒有來 他跟他造型 這比較重要 你要不要選總統 幹我鼻子 那第三部是這個 生死的策 這2013年 我替那個 演講 那一部演講 十八分鐘 欸 多少人看 四台九十六萬 大概應該接近五百萬 一個十八分鐘的演講 有五百萬 你們看過 這個演講 其實我還有一個演講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這個在排大 四百三十萬 這講什麼 你知道 用自然科學 來解釋人類行為 這一部影片 我是覺得裡面可以看 一個多小時 你有怕從頭看到 你就夠厲害 因為那個是一個 算是很深奧的 什麼統計 什麼熱力學 都用自然科學 來解釋人類行為 那今天講這個 第三部 那個十大分鐘的演講 其實最重要 最重要是最後一 最後一章 十代頭最後一句話 面對挫折打擊 不是最困難 最困難是 面對各種挫折打擊 沒有智慮 所以人事的熱 這個最困難 你知道我們喔 我在這世界上 像你們院長說什麼 他媽媽85歲做的粉絲 我就跟他開玩笑說 他一定是晚上沒有看三明治 我現在每天回家 打開電視 從49台看到56台 我每一台都在罵孫子 那麼奇怪 那麼認真工作 他說你民調最後一年 你有沒有看那個 民視啊 三立啊 自由史上 現在都一個淨金文 每天講你壞話 你第二天早上 要可以準時上班 不容易 你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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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可以 還可以準時上班 然後可以保持心智平衡 更難 今天要講 為什麼可以這樣 所以這樣喔 我是一個集中症外科 醫生從政 這也有個故事 這真實故事 2019年 我進美國國務院 這次跟你們講喔 我去美國國務院 欸 我發現他們在 那一天 有CIA 美國國家安全院 國防部 國務院 反正就是 就是說interview也可以 欸 我發現美國CIA 對我一個最有興趣的 什麼 醫生的背景 後來才發現 美國CIA的資料庫 沒有這個 因為全世界喔 美國是帝國以來 沒有一個總統是醫生 日本是明治維新以來 一百個手下 沒有一個是醫生 就你們腦袋手機 你知道 你可以想到哪一個國家 總統或是首相 是醫生 馬哈迪 馬來西亞的馬哈迪 但是他是嘉義科 他的資料庫找不到 有萬科當 這種很high-rack 然後更奇怪 集中跟外科完全沒有 然後後來 我一開始算很得意 我想 我embrace special 然後後來 仔細想一想 就覺得depression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就表示醫生 不適合當政治人物 因為存在就是意義 如果一直沒有 就表示沒有 再來講 我的人生故事 這個 我們台大醫學系 大肆的時候 穿上了白袍 當小醫生 很興奮的到這個急診處 第一天 我看了第一個病病 就想回家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這真的 我其實過了30 大概40年 我還是印象非常深刻 新聞夫妻 去蜜月旅行回來 第一天上班 那個丈夫 我還記得 我們台大旁邊也有 要來來換店 現在叫喜來燈 以前叫台來 那裡面室內裝 結果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先生去上班 第一天 鷹架倒塌 打到頭 他上到台大醫院 電腦關門一看 爐內出血 他很快就腦子了 要插管 然後 那個 那個就直接插管 接呼吸器 然後還躺在急診的病床 那個推爽上面 我現在腦子 你知道 就是一把管子打起來 他就失了 反正 腦袋已經壞掉了 然後那個新娘就坐在旁邊 我看著他 你知道 我那一剎那時間 不曉得幹什麼 你想想看 我從小 我們講練醫學系 從小時候 我的老師都教我們說 我們醫生以救人為天子 可是從來沒有老師教過 遇到我們救不起來的病人怎麼辦 沒有這堂課 沒有這堂課 有些說我們醫生要救人 可是 可是每一個都救得回來 我遇到第一個案子 就是救不回來的 啊你看看 欸這個 怎麼會有人事件 這麼淒慘的案例 蜜月旅行回來的第一天 那個新娘就被割戶了 那個新娘就坐在旁邊 那個先生就 反正都頭 臉都出血 插管 接呼吸器 長得很非常聰明 我在那一散那街突然發現 人世間不是我們想像那麼美好 我第一個案例就嚇到了 我就很想回家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醫生以救人為天子 我們醫生每天救人 然後家族很感謝,我接受犯戀 問題是 第二天就救不起來 所以要跟大家講 你們將來都要第二人進入社會 你們會發現世界上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美好 這個世界悲歡離合七千六億 你們很快就遇到了 一想都沒想到,這世界怎麼這種事 然後我當過17年台大外科教標準 通常這也是另外一個笑話 什麼樣的情形下,你會投一個職務做17年 一開始你爬得非常快 所以我是美國一回來 當主治醫師,一年就當外科當上家庫病房主任 然後後來得罪太多人,再升不上去 所以當這個時候 做過17年 所以通常一個職務做17年 只有一個情形 一開始爬很快 後來再爬不上去 得罪太多人 我當過17年台大外科教標準 我當過17年台大外科教標準 我每天都看人台進來台進去 你看台大外科教標準 我相信一百雙 一百雙每天的悲歡離合有多少 生死離別 所以人家說 你怎麼看起來好像 好像每天打你罵你 好像都還無所謂 你要是再這樣被折磨過 17年 然後我當過台大醫院 你就是捷部的主任 你可以知道今天 你會遇到幾個病人嗎 怎麼曉得 你本來要上班好像沒事 想要丟走 請問一個車禍送進病人 哇 送一車進來 騎到叉到好幾天都不能睡覺 這也知道為什麼抗壓性這麼高 因為我很喜歡習慣 因為我過去每天都不可依存 然後我管過 台灣的機關健身 這很有趣 你知道 我在當 我管過台大醫院的器官検診跟器官移植 每次喔 我說 要誰要去拿器官 大家都不想去 然後我說 要誰要中器官 大家都搶這個了 你想想看 有一個人出了車禍 頭部歪傷 腦死 然後捐他的器官給另外一個快要死掉的人 換心臟換肺臟 然後活過來 請問成功失敗怎麼決定 是誰的成功誰的失敗 欸 有一個人腦死 事後腦子熱 他然後解決一個有機會 所以你會想過 從此開始 你在這個社會上 成功失敗到底要什麼定義 是誰的成功誰的失敗 所以常常發現 你的成功是別人的失敗 你的失敗是別人的成功 所以 所以 是一個概念 所以我常常在想說 哇 到底什麼才是成功失敗 我就講過 那時候 派分派工作 我說誰要去拿器官 大家就不想去 因為他覺得把那個器官拿出來 他很像突嬰 你知道嗎 可是器官拿出來 大家很喜歡 做手術一直成功 我病房推出去 接受家屬的犯覆 這大家都很喜歡 按那一組 器官拿起來推出去 我家屬哭成一團 所以 所以問題是 沒有人拿器官 就怎麼有器官可以做 所以常常是這樣 器官捐用那器官 誰的成功這個失敗 那當然你們也知道 我以前還沒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我最有名的管業個謀 這又是另外一個笑話 那個薩小鈴事件以後 跑到那個齊美院說 他們要找葉醫師 那齊美院 我們這裡急診處 那個姓葉的醫師長 有有有 有叫葉克摩的 葉醫師姓 葉克摩是 哇那姓科不應葉摩 事長喔 作為醫生 我經過三個階段 健三是三 外健三是三 外健三是三 什麼意思 我記得我當小醫生的時候 學習 當私習醫生 穿上白袍 我有看到病人 我三十五歲就當台大外科家庭 主任 我也是我們一百年 這一百年來是有一個 以後也會再有 很難有人這麼 這麼 這麼年輕的 跑到那麼高位置 我從三十五歲 直到五十歲 奇怪 我整整十五年的時間 我沒有看到病人 很奇怪 我沒有看到病人 為什麼 我一查房 你知道 我在監視器看一看 抽血結果一看 這個我們爆興心肌炎 所以 我有整整 差不多十幾年的時間 我沒有看到病人 我只看到心電圖 抽血結果 病理切片 電腦斷層 我都沒有看到病人 然後過五十歲以後 奇怪 我開始看到病人 我不但看到病人 看到病人 看到病人旁邊有家屬 真的 我有見過這三個階段 一開始有看到病人 後來沒看到病人 後來又看到病人 所以 我說我三十五歲 這張牌發 外科交給病人 主任 那時候叫 卓越西風交闢數 獨上高樓 望近親愛的 你知道 等一下給你們看這影片 那當時我們有葉克摩 來我看這葉克摩 你有看到病人嗎 我跟你講喔 你要知道 我記得1998年 離現在幾年 二十四年 不知是誰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前 我跟你講 1994年 台大院就有葉克摩 很難想像 葉克摩 抓上去 可以取代心臟肺臟功能 每天洗症 可以取代腎臟功能 每天血腸交換 可以取代肝臟功能 打一根中心肩脈導管 借營養劑 三個月不吃完 你不會死 所以 沒有心臟 沒有肺臟 沒有肝臟 沒有腸胃道 都不會死 一開始很得癮 厲害 怪癒親博士 所以卓越西洋 凋臂樹 屠上高樓 望近天野路 然後呢 沒有看到病人嗎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葉克摩 這個是洗腎 這是呼吸器 這個是中心肩脈導管 所以 莊葉克摩 取代心臟肺臟功能 洗腎 出吸器 整菌精脈營養 沒有心臟 沒有肺臟 沒有根臟 沒有腎臟 沒有腸胃道 都不會死 那問題是 你覺得這樣算活著嗎 肺恢復就很好 如果恢復恢復 哇 就慘了 如果恢復的話 很好 如果恢復恢復 不過我跟你講 瓜哥跟大家講 你們今天晚上回去警察 給你們的第一堂課 你們有沒有想過 怎樣才算是活著 你從來沒想過這個 因為你太年輕了 還沒遇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想過這個題目 怎樣才算是活著 今天晚上你回家 躺在床上睡覺 臉被蓋上去的時候 請問你自己一個題目 怎樣才算是活著 所以 我到那個五十歲的時候 我有一陣子 人生非常厲害 我這樣覺得 一代健寬 終不回 未易消人人喬喘 因為有些病人 這個真實案例 我會遇到什麼病人 那個心臟不好 還要撞葉克膜 後來每天看超人病 心臟功能有在恢復 那我在下班的時候 還跟家族講說 心臟功能恢復得差不多 明天早上 把葉克膜拔掉 應該會過關 就晚上回家兩點的時候 出院師打電話給我 各位到醫院來 我說什麼事 你來看就知道 我騎著腳踏車 嘟嘟嘟嘟 我以前到 我以前買房子 都沒買 那個離台大利很近 因為三更半 要叫計程車也不方便 我就想腳踏車 坐腳踏車到台大利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那個葉克膜 他是差在股東賣股徑賣 從股徑賣抽血出來 經過氧氣交換 從股東賣打回去 每一分鐘是兩千cc 我去第一件事情 我跟家族解釋 你也想說 第二天要恢復了 所以那個鎮定劑開始 給他減量 減量以後 他就會動 會動的時候 會痛 因為擦子會不舒服 一翻身拉出來 那管子拉出來 一分鐘兩千cc 那個房子跟兇殺很一樣 我去第一件事情 就幫忙擦地板 我想糟糕 我想說 跟家族解釋病情 我下班的時候 跟家族說 這個應該明天早上 會打掉 會過分 現在這晚上 要出去跟家族說 你半夜 病情突然變化 應該不會火 很多情形 奇怪 這應該會火 就死掉了 你知道為什麼科皮很嚴厲 你知道嗎 我最近去市政府 我要下來 去每個單位吃錢 到每個地方講的話都一樣 如果過去 有對不起你們的地方 請你原諒我 你知道 以前我在台大當 家族病房主任 我每做錯一個動作 十一個人 我每做錯一次判斷十一個人 然後 你要知道 我那個加點滴 你知道嗎 然後戴口罩 戴帽子 手洗乾淨 然後三下 什麼叫三下 一圈酒精先塗一遍 然後用點酒再塗一遍 酒精再塗第三遍 然後換擦管子 你去上廁所出來 手沒有給我洗乾淨 你給我換點滴 然後一遍 因為我給你 那個衣服 大廠桿進 然後那個點滴 把它變成體內 死亡力 58開始就去掉了 我以前在台大當批 的 哇 柯批在插房 歐兇啊 那個 那個我訓練護士 跟訓練軍隊一樣 非常 因為我每做錯一個動作 十一個人 你每一個動作沒有,SOP沒有,完全那個就死 就是病發症就很慘 你想想看喔,你手沒有洗乾淨,給我按點 你結果那個細菌跑去進去 直接進入血流,開一盒微笑,再喝涼 所以喔,我們那時候非常嚴厲 要求要很認真,所以常常還是要失手 我跟你講,最好的外科醫生喔 不是開到死亡率,比方是比較低而已 以前我的學生說,特畢特畢,我開肝臟已經八年了,我都沒有死亡率 我跟他講說,你開的不夠多 所以喔,有在想說這個應該會死掉 我不曉得他為什麼活過來了,莫名其妙 有在想說,啊,這還不錯,很驕傲,萬少跟配置 過了五十歲以後,最後想通一件事情 眾理勳太現代度,莫然回首,那人正在燈火燃散處 這叫什麼意思,你知道 醫生是人不是神,盡力就好 所有的人生哲學,心存善念盡力而為 這八個是很難的 心存善念,哇,你看到檢舒培還心存善念 困難啊 因為亂罵亂罵的,你要對他心存善念 很困難啊 心存善念,盡力而為 我跟你講喔 我當台北市長八年,每天早上七點半準時開會 這個很困難,你知道啊 這叫discipline,很困難啊 心存善念盡力而為,是很困難的一件事 你不要看這個簡單 因為活在世界上,我們有激情留意 有愛恨情仇 你要對每個人都保持心存善念不容易 然後,要盡力而為,do our best 這個最終信,就是故事這樣 我有一天,你知道嗎 有一個病人的信稱,寫一封信給我 這故事這樣 他一開始叫做柯醫師,你好 或許你已經忘記了 反正就寫一篇,他是這樣 有一個女士,你知道嗎 槓生完產 就開始喘了 後來到台大院檢查,肺動脈高壓 那個時代肺動脈高壓是沒有要的 只有一個方法,我自己要的方式 叫肺臟移植 可是問題是台灣器官簽證很少啊 他就在台大院等肺臟移植 因為越來越喘,台大院等肺臟移植 有一天他先生不知道怎麼知道 我在管器官簽證跟肺臟移植 他就來打我燃下 他說他們 他太太在等肺臟移植 我說好,等我有空去看一看 反正喔,anyway 後來找一個圓圈器官 給他做移植 所以那次手術失敗 手術或血流不止 最後變成死了 不過死前他一開道之後 就交代他先生說 他等器官一直等得很痛苦 所以萬一手術失敗 如果他有可以用的器官 他願意全部清出來 不過但是血流流到死 器官都修根 所以只有肩連腳摸 然後差不多過了半年多 有一天他先生才寫一封信給我 那一封信是寫得很吵 他說他每次想要寫信 更好說寫信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他戀愛十幾年 他娶了個太太 小孩子生第一台 然後就回到麥高 後來氣氛就死了 所以他每次看到那個小孩子 想說哇,那人比孤兒 這封信喔 他這樣寫 他說寫這封信 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你會願意做的付出 有沒有 相信很多人都默默記在心裡 當你每次拖著皮革的身心 在尋找 請了解 國安太太以及每位受你幫助 感念在心裡 也希望每個醫師都能有你的因子 謝謝你 我在台大當醫生的時候 晚上最好叫 你知道有時候晚上回到家裡 十二點 擋下去睡不到一個鐘頭 你知道 這個意思就是打電話給我 就是 那個兇導管 要吃到一千五百CC 你知道我們開新站 或開廢站 趴回鳳梨流管 半夜吃到一千五百CC 然後在床上才是跑不起來 我每次都很想跟他講說 教學來輸啦 我別人怎麼再去看 可是每次想到這一封信 我就趴去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對醫生來講 你知道嗎 病人只是你很多病人當中的一個 可是對家屬來講是唯一的 所以 所以人家都說 我柯P晚上最好叫 我每次想到這一封信 我就趴起來 你想想看喔 他台大就這樣吃 所以喔 就是這樣啦 公了三十年醫生 我當然說過很多事情 我是外科教廳主任 SIC 我是台灣第一個 專職的外科重症醫生 然後臨床藥師制度都引進台灣 因為美國民進出大大學外科 把臨床藥師制度帶回來 我離開台大醫院的時候 臺大學是全亞洲單醫醫院 心臟移植肺腸移植做最多的 為什麼 因為葉克膜 如果沒有葉克膜 那個心臟移植肺腸移植 種下去 紅好 血管甲一放開 不成功變成人 現在有葉克膜 不成功變成葉克膜 反正 裝上去要兩個禮拜 想想看怎麼解決 我們還有裝上去以後 那個心臟還是跳不起來 又再換一個心臟 葉克膜為什麼 臺大學心臟移植肺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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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臟肺腸移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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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一三套 美國一套 歐洲一套 日本都沒有 這全是一三套 那時候誰給我 薛瑞 就是現在衛服部部長 他當過那個衛生署醫治科科長 我那時候在台大當醫生 他有的時候說他們要做全國器官移植登陸系統 我們要全國器官移植登陸系統 要等器官移植的全部來排隊 登記 心臟 肺臟 肝臟 腎臟 胃臟 臟臟 眼角膜 每個人把他的姓名 身份證 知道住哪裡 電話 血型什麼險 組織配對什麼 全部登陸在上面 然後他現在是屬於地域極危險 如果有人捐器官 捐出來 哪些器官可以用 按照那個 做那個組織抗原配對 然後去做match 我跟你講喔 我想一想 我也蠻厲害的 因為當時台灣要找一個人 懂所有器官移植的這一個人 心臟 肺臟 肝臟 腎臟 全部都會 臨臟也會 然後還可以做配對系統 我花了兩年把這個全部做完 一個人做完 在各位同學的面上 我不用太嫌棄 我是天才型的人 我一直以為我運氣這個拿到醫療奉獻獎 結果我運氣危險事件 開到艾滋事件出事 我好被監察盤熱 欸 系統是我做的 多多入手 結果奇怪 後來出事 只有一個人被處完 叫什麼 我就是我 不過這樣以後再講 很多故事 所以當時是這樣啦 你常常做一件事情 你很得意 哇 這個 最厲害 有沒有想到說 因為這件事情 後來這個安寧療務 因為我們有葉克蒙 所以那個 安寧反而醫療評議 後來修法 我都有參議 我還記得齁 所以就是要修法 要允許那個被測出衛生系統 廣碧零反對 那個廣碧零是 民進黨的黨團書記在那裡 然後那個施通良打電話給我 現在的 這些以前都是我的朋友 用AQB 那個 安寧反而醫療條例 今天早上要再立法院表決 管閉人反對 你能不能去處理一下 我就蹦蹦蹦蹦 跑去他 去找他 結果他就開始跟我做迷彈 躲來躲去 他為什麼反對 因為他是天主教 天主教不准測速衛生系統 聽說天主教不允許刺殺人 刺殺人不能上天堂 所以天主教也不允許安樂詞 可是我跟你講齁 我們那個夜空我裝上去 你知道 如果不會恢復的話 一定要把機器關掉 換我寫信 我們常常就是麻飛打兩次 機器關掉 以前全大院都沒有人願意去關 每次關都是我跟蔡碧雯 只有兩個會關 其他 沒有人家當壞人 救了我也當然很好 救不了 他這樣關啊 關怎麼結束 所以當時 安革反而醫療條例要修化的時候 就是我去立法院去講 我說這個 我說現在死亡 呼吸器裝上去 夜空我裝上去 死不掉 所以如果他是不允許我們測出衛生系統 就沒完沒了 我當過聰商一些副主任 這個很好笑 NSAF 你要是現在把 拿出手機Google NSAF 就要跳出那個 這是即興撐出來的一個 研究權 這很有趣 什麼在想什麼 人家說你會取這個什麼東西 我就是讓人看不懂 因為每次我們去國外演講的時候 一張飯燈片 NSAF 9月9日大家說 有一個在台灣 台大醫院有一個做的研究 急性腎衰劫 叫NSAF 這有好處 我要跟大家講 做生意要有品牌 做研究也要有品牌 這是一個 你還是拿Google手機出來 Google NSAF 就跳出來 那個台大急性腎衰劫研究 不過 Hospital System 你知道 急診後送病亡 這是我 離開醫界 最後的作品 很少一個人 一生可以 每一個領域都有參與 很多領域都有參與 但這個是 很有趣的一個故事 急診後送病亡 Hospital System 什麼意思 叫住院醫師系統 如果 你想想看喔 避尿科醫師開完刀 一定要避尿科醫師自己顧嗎 不用 你可以交給別人幫你代顧 不然你每天都在值班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 幫你顧 我可以顧一批醫生 他們是輪班的 所以我們在照顧 住院的病人 反正故事這樣 這急診後送病亡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這個2009年7月8月 我記得9月的時候 健保局發布一個消息 痛罵台大醫院 說台大醫院沒有良心 你看我們台大醫院啊 病人送到台大醫院 然後各科的總醫師就下去 檢病人上台出院 檢到最後就大家都不要瘦了 我跟你講喔 我今天 我這幾天回台大醫院看喔 還是覺得 還是沒有解決 故事這樣 台大醫院喔 在急診處 你知道嗎 超過三天 就堆在急診處超過三天 每個月有超過570個 所以去台大醫院急診處看 隨時都有100個病人在等住院 那堆的急診是密麻煩的 那你說沒有床 樓上明明有超過300個公床 樓下有超過100個病人等住院 這不是很奇怪嗎 所以健保局就開始罵台大醫院 沒有良心 沒有義德 這明明樓上就有空床 都不願意說 我記得我當小醫生的時候就是這樣 後來我當到 我在台大最後已經當到了教授 還是這樣 你說為什麼 沒有床 明明樓上300個空床 當然我們知道 那NHIN 就是實施國家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實施健保以後 我們的住院量多了三倍 你要知道以前 住院要錢 大家都不願意住院 住院不要錢 大家可以這樣多 所以那個住院需求一下增加三倍 其實真正的理由是什麼 加益存診制度失敗 病人都湧到醫學中心去 那就把醫學中心擠垮了 所以醫學中心 急診度人滿為患 你去和平醫院就不會那麼多了 台大院急診度 你你麻煩 所以故事是這樣 有一天呢 我們院長就早起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是外科教育館組員 今天創傷學股組員 因為我們台大院的院長就早起院長次 他說 柯醫師 這個健保局在指責 我們台大院沒有道德沒有良性 病人都堆在急診處 都不給他住院 有這樣好了 你去設一個病房 然後病人上台去急診處 各個撿病人上去住院 撿到最後 大家都不要收的 就去助你的病房 我跟他說好 我出來就後悔了 各位同學 將來你要是出社會以後 當你的老闆很客氣的跟你講話 我都奇怪 我院長這麼客氣跟我講話 我說好 一出來就看又後悔了 我覺得 我跟你講 我要寫一篇路 為什麼病人會對待急診處不能住院 這個發表在2014年 2014年我都出來要當市長 我前一年寫的 為什麼病人會對待急診 先做研究 那很簡單嘛 你就分兩組就好嘛 那個不能住院的 跟很快就可以住院的 去做那個 那個 那個 Multiple Variate Regulation Analysis 就是 回歸吸收溫期就知道了 把託阿密的放進去 結果跑出來有三個因素 第一個是簽帝很辣 什麼意思你知道 他快死了 唉 痾症末期啦 生命末期 他有1S 沒有1S 為什麼我給他支援 所以第一個是快死 第二個是CCI 什麼叫CCI你知道 這個是 這個 下一個的專有名詞 疾病症類 疾病症類 疾病症類也都不能住院 你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台灣專科醫師制度 造成 看心臟的不會看中風 中看中風不會看洗腎 看洗腎的不知道 反正我們都 太分科太細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都找不到 那個一個醫生可以同時看好幾個病 所以看皮膚科一定不會看心臟病 所以總會 其實當你得太多病 你就不能住院 可以找不到那種醫生 因為我現在都分科眼氣 所以你又洗腎 通常這樣 然後糖尿病20年 腎就會壞掉 那就要洗腎 那腎久了 有造成心臟不好 心臟不好 七弄八弄 有一天又中風 所以你看 如果你糖尿病20年 這個本來內腹病可以看 腎臟不好洗腎 腎臟哥可以看 心臟不好 心臟哥可以看 中風神經內科可以看 我跟你講 越多科可以看 越沒有看 因為你太複雜 還有一個更好笑 搭車這樣表弟也不能住院 你要是搭車這樣表弟 看起來爛爛的 你想想看 你要是搭車這樣表弟 你住院以後 除了你自備費用 不然誰要上護理 護理師啊 所以總醫師要是 收了幾個那個 很爛的病人上來 護理師會白臉色 你想想看 如果巴士這樣表太低的上來 全身臭臭臟臟 他又沒有費用 通常有費用就不會臭臟臟臟 就是沒有費用再臭臟臟 那你躺在病房 請問誰要給他洗澡 大便 誰要幫他擦大便 所以我跟你講 這很有趣耶 快死了 病派多種 看起來很爛 不能住院 所以有一次 你知道我在 那大陸醫生裡 差不多接到販售電話 咕咕咕咕咕咕咕 我一個病人 住在你們的急診處 已經超過三天了 都不能住院 然後拜託你去看一看 我就去看 住院醫師找了 我說 這個為什麼不能住院 包括克批 他病得太嚴重 而且疾病狀態太多 我說什麼屁話 他說 他不能住院是因為他病得太嚴重 而且疾病狀態太複雜 所以醫師就說 不是這個才要住院嗎 錯了 這樣你就不能住院 這也是一個人生哲學 所以 有一天你即時被送到急診處 你還是要穿個光牽掉 這個會影響你住院的經驗 我跟你講 這是真實的人生 你會覺得說 怎麼會是這樣 錯 我就不死 這個社會 錦上天花的採用 雪中送炭 等著吧 所以你即時在什麼露透 你知道 你都要把自己打扮的光圈 你不要以為 我好可憐 人家在同情 現在告訴你 不會 這是 這是台大醫院的論文 你知道 發表在台灣醫學會雜誌 而且這篇論文是我寫的 不是超人 好可憐是我寫的 不是超人 這是真實的世界 其實我醫院不是要說那個 最嚴重的病人 最複雜的病人 最窮的病人 錯 真實的世界不是這樣 所以所有病人對待急診 你知道 最爛 最窮 最嚴重 所以喔 後來我那個 711病房 我那個是 一開始急診後送病房 後來我們寫一本書 你知道 熱血人醫 病人送到台大醫院急診處 各個來檢病傷 最後 最爛 最醜最爛 去做苛德的病房 這個喔 但是我是這樣 我不管做什麼 我這個人不管做什麼 我是都很認真 我雖然接了一個最爛的病房 你知道 我那邊很有趣 你知道 因為那新色的病房 而且說全台大醫院最爛的病人 你知道 所以我的副理長 是第一次當副理長 這個有當過副理長 沒有要來這一家 所以第一次升副理長 就被拍到那個來 然後我的副理師 你知道 一半是當年畢業 呆呆的才會來 討進台大醫院 就被混到那裡 另外一半喔 心面療牙 什麼意思 你知道 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是單位的副理長 那現在接到副理部命令說 欸這個科P要開個新病房 每個單位要派一個去 如果你是副理長 你會派誰去 最爛的還最好的 最爛的還最好的 除了那個病房 你知道 一半是彩鳥 另外一半看起來都 心面療牙 然後我的主治醫師都是當年第一次當主治醫師 沒有要來這個病房 但是我這個一向非常有企業精神 那個病房是全台灣第一個電子化病房 全部疫化 這個喔 忍不住要稱讚自己 太有創意了 反正那個病房就是 就是在那個時代 十年前 十幾年 十二十四年前 全台灣最先進的病房 從那個 配對系統 出院 然後全部SOP 那個進來喔 如果是 什麼樣的病 要用什麼 什麼SOP 然後效率非常高 然後我們還有那個 發明那個病房門診 什麼叫病房門診 你知道 他不可以出院 好 你給我聽我快快出院 我給你一次電話號碼 24小時保護 你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電話號碼 有問題馬上回來給你出院 很多病人他不願意出院 就是他怕出去 萬一有問題就不行 那你要保護 我們在這個病房裡面 是一個門診 就是說你聽我的話乖乖出去 我就給你保護幾天 有問題隨時可以擺 反正我那個做很多設計 然後呢 我們就要寫一篇論 這個喔 同一個疾病你知道 住我的病房你知道 每一個Case健保幾戶 你知道 算成美金 1600萬美金 然後如果是住一般內科病房 要2900萬美金 差1300萬美金 所以要差4萬塊 同樣的疾病進來 住我的病房比住內科病房 每一個Case健保幾戶少4萬塊 內科一看說不公平 一定是原重度不一樣 我說好 那我們按照習病原重度 再矯正一次 我們就選一樣原重病人 要矯正好 住我的病房是1400萬美金 住那個 內科病房要4600萬美金 變差3000個人 差了10萬塊才病 所有的病人總平均 我的病房少4萬塊 那如果選那個比較爛的病 變成差10萬塊 為什麼 因為我那個病房全部都是最先進的 最先進的管理技術 全部醫化 電子病例全部醫化 然後發表在美國的 醫院管理最低名的雜誌 我那個 我很得意人 你知道一早我們有院長 給他開關 你看 他有一個管一個病 那個病房是超級病房 這個死亡率也沒有上升 這個住院日很短 費用很低 被死了 讓那個院長看一看有沒有講過 就把他合起來 好嗎 你知道嗎 我們的醫院不是以最有效率的狀態存在 是以最賺錢的狀態存在 我那個病房太厲害了 所以不賺錢 所以 我那個單位叫低獲利單位 所以電腦都不講話 我後來發現 醫宿越好 收入越低 病人越長 醫室收入越低 你要是來 我醫宿很厲害 用很簡單方法醫好 我賺不到錢 我會讓你很淒慘 洗個腎 用個呼吸器 家務平常多數兩天 我醫宿越爛 賺的錢越多 那個腦袖 所以台灣的醫療費用 沒辦法控制 從一千多一千 能上升到七千多 七千億 成長超過四倍 超過 現在老是 這二十年來 醫療費用上升超過快五倍 四倍多 健保一定要改 健保不可以pay for service 不可以做得越多領得越多 應該是用outcome orientation的pay 那個service pay才可以 就是說 是按照治療結果給錢 不是按照治療的動作給錢 所以喔 我說健保 我說不是醫保而已 所以後來 後來跟學生說 要賺錢去做醫美就好了 我跟你講喔 你知道世界上最嚴重的疾病是什麼嗎 人知道嗎 品酒 不要懷疑 有錢人喔 吃得好睡得好 穿得好心情好 他總會生病 窮人你啦 吃不好睡不好 睡不好 住的地方又差 很容易生病 所以醫生怎麼會有錢 啊他就很窮的跟 打說善啊哪鬼 那個 他就是貧窮還生病 你要在身上炸什麼 人家好賣賺五倍 他就是很窮很爛 你要在身上炸錢 我要算了 去做醫美也算了 所以我們跟貴婦身上 敲一點錢 那比較可能 我那篇論文很了 那篇論文喔 我跟你講 我寫了很多論文 最諷刺最大的就是這一篇 這兩篇是很諷刺的是什麼 我們的醫院是說 最容易賺錢的病人 不是說最爛的病人 然後當醫院是以最有效益狀態存在的時候 你不會得到長官的佔據 他說你是D4E單位 所以這樣喔 當醫生的目的是什麼 解決人類的痛苦 不可能是身體有效的 身體又心理的 其實 其實當醫生的原理 simple and effective 簡單有效的治療才是 結果我們不是啊 所以喔 我來講那真實的故事 這個每次講不去說 會很難 Q的就很難過 這個人是誰 這個我的好朋友 黃正謙 建書 他當過那個 那台大 住院醫師幫我們去 我們兩個很好 那我們台大的制度很有趣 我們每次升官就要外放 外排 你升助理教授 台大外面都分院 竹竹分院 新竹分院 對 你升一起就要外排 等他做兩年病 再回來 有一天他升了 助理教授 醫院馬上派他說 你去移民服院當外科副主任 然後他去民進就跟他講說 我們不可以說 因為病人很爛 快死了 就不跟人家說 其實再爛的病人 我們都要說 然後有一天 去上班沒幾天 這個急診就來個病 肝癌末期 肝癌末期 肝癌末期會附水很喘 急診醫生看一看 肝癌末期 附水很喘 插管 那病人就說 我爸爸快死了 我不要插管 醫生就罵他 你不插管 突然台大院幹什麼 你確定不插管 確定 好 退到旁邊去 你不插管 當然是 退到旁邊去 你知道急診的旁邊是什麼 最方便 廁所的前面 就是這樣 急診 然後設計 最方便就是廁所前面 然後病人就在廁所旁邊 站留 門口站留 然後在那裡喘 然後李革東 讓急診醫生看一看 好啦好啦 讓你問看 頭上要不要收 打電話到內科病患 內科病患說 癌症末期快死 當然不要收 那急診醫生說 好啦 內科病患不收 不然看家父病患要不要收 打電話去 我們這裡一個癌症末期的快死 你們要不要收 普通病患都不收 外科病患 我們那個家父病患 為什麼要收 咔嚓 會把他掛 欸 那急診醫師突然想到 欸 辛安的外科主任說 不會病人很難 快死了 就不收 好 給他送去外科住院 把那個病患推到外科去住院 推到外科 你知道 住院醫師就開始罵了 內科不收 家父病患不收 為什麼要叫外科收 一臉兩臉斜斜斜亮 後來反正來是這樣 很喘 高高三十度 血氧濃度不好 掛氧氣 肚子會痛 打麻痺 兩臉 大肚子 屁股差一趟 扮指尿布 中摸摸 西摸摸 四個鐘頭便就死了 吃了注意事就開始罵了 就說不要收 我要收這個 住院四個鐘頭 住院病理才剛剛寫完 叫死掉 死掉 那邊寫出院病理 出院病理 那時候又變空床 空床再接下一個病人 一臉兩臉 結果那個 病人死了 太平間就來收拾 收拾以後 要推出去的時候 經過那個副理站 那個病人叫女兒 跪下來跟那個 那個 那副理站的醫護人員 柯童致謝 講了一句話 他說 謝謝你們沒有讓我爸爸 死在植診 左臺上面 我問你啦 如果你爸爸矮症摸跡很喘 怎麼辦 你就是不曉得怎麼轉台 把他送去台大醫院 結果台大醫院的醫生 跟你說 可以到旁邊去 廁所前面 你絕而已 這是真實的世界 對 所以這樣啦 這個 我以前設那個7D病房 其實也報送病房 雖然都是那個 第一年畢業的小護士 第一年出 身上主治醫師的小醫生 但是因為那時候是 我們就把那個病房弄得非常有愛心 其實不管 我那個病房一個月要死20個到30個 最爛的才收治 他說要死一大堆 那有一天 我們看副理長說 欸柯童 我們這個病房要叫什麼名字 那時候跟他講說 那不然叫德雷莎病房 你知道德雷莎嗎 鐵雷莎 鐵雷莎在印度加亞克的 他把他當休免 他每天 他 我把家有連丟說 每天給他兩塊美金 兩塊美金只有信賴比六十塊 結果六十塊可以做什麼 真正的打子 什麼時候都沒辦法做 六十塊美金 六十塊代費你要做什麼 所以 那個德雷莎的工作 他每天推個板車 到 駕駛的街上 看到說要死我起幹 要把他帶回來 帶回來 帶回來以後 就給他洗澡 給他換乾淨的衣服 給他換到床上 給他祷告 然後 然後就死了 反正就換十塊 這個是這樣 以四十類光來看 德雷莎做的工作 本益比是多少 臉還每個都死掉 EPS 美股建律 給德雷莎摸過來 每個都死掉 他本來就快死了 但是這樣喔 如果沒有德雷莎 你知道 這幾個都死的時候 很怨恨這個世界 很怨恨這個世界 俗作他的人生 那 這幾個都要死的時候 或許會以為 這個上帝派天子 借他們回去 所以這樣 我當時設了一個 這是我幹過最有人性的事情 台灣的德雷莎病房 我當時設那個病房 我全台大院最臭最爛 快死了 然後那些小醫生被我每天感化 感化到非常的有愛心 我那個病房都沒有醫療救我 一直到我要離開台大院的時候 我要去打選戰 欸 有一天的病人死掉 他從來沒有出現 女婿出來告我們那個小醫生 我那個醫生就很 Depression你知道 他說 我們對病人這麼好 住院期間 他那個女婿從來沒有出現 他現在死掉了 我就出來告我們 他很Depression 我跟他講說 你如果在街上走 你知道 然後那個巷子突然衝一隻狗出來 掉了你一口 你怎麼辦 你也衝上去咬他嗎 這個就是要跟大家講 你對人家好 人家似乎是一定對你好 答案是不一定 這個就是小醫生的困惑 我們對人家好 怎麼會躲到這個下場 我很認真看啊 我們是全台大最有愛心的病房 科B都講說 我們要對病人要有愛心 要有耐心 我們要盡力看病人 結果死得高 我在台大當老師的時候 我看過很多這種案例 醫學系剛畢業的時候 我充滿了熱情 又被告兩次以後 變得分事技術 他說你說 你不是病人 你是消費者 是這樣嗎 從今天起 我就是廠商 不是醫生 你要幹什麼 大家就 從醫書先寫好再講 所以絕對沒有 那有什麼 你知道以前我們當醫生的時候 沒有 那開完心臟 那個血流太快 還要叫家屬先 鎖住同意書 那我可能根本沒有同意書 我們就開了 我跟你講 那個是有互信的時代 那如果你開了又死掉 他說你沒有同意書 沒有家屬同意書 搞你 怎麼辦 所以我們的醫生 變得很 絕對沒有醫生 什麼熱血 熱情 先救病人再受 沒有 到等到來欠同意書 都要動手 後來跟他講說 我們對人家好 人家似乎是一定 對我們好 當然是不 但是 我要跟大家講 不要為了 0.5% 放棄99.5% 其實我現在跟大家講 這是最難的一刻 你從此活在這個世界上 你會遇到很多害人 那其實是這樣 我當了17年外科家庭房主任 你知道嗎 救過太多人了啦 救過太多人 可是 所以有一次那個黃黃熊 那個監察委 丟美科幣 你在台上當醫生 不知道30年 你到底救過多少人 我說我都把他忘掉了 然後 救完就忘掉就好了 記得記那幹什麼 你難道每救一個人 就趕快記一筆 然後年底再拿出來檢查 有沒有回來送你 不用吧 忘掉就好了 年輕醫師的困惑 因為我看過很多小醫生 從此變成混事技術 我剛才講說 如果有一天 你不再對另外的人類的痛 覺得不安 我說你不適合當醫生 所以喔 我在台大的心得 你看 生離死也看待人生 成代不再是成代人 這個就是喔 這個我在楊明醫學院 你知道喔 有一次楊明醫學院畢業典禮 說請我去演講 說他們學生票選 請這台演講 結果最高票 我就去演講 這篇演講喔 我那時候看了132萬 現在大概已經花200多萬 那個演講在講什麼 世俗的成功失敗 都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你又何必如此在意 你成功也是 也是哪樣 失敗 反正你最後會死掉 所以世俗的成功失敗 都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你又何必如此在意 世俗的成功與失敗 都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所以喔 當成敗不再是成敗 你所以變得比較 要破攔開攔 不過這樣喔 人生都是意外 這個本人喔 經過愛知案 國歌會案 MP49 對衛生局衛生署 醫車會監察案 立法院 立檢柱 調查局 公平的審計委員 醫治審計委員 再加上國稅局查稅 審計部 刁量 然後群計部 最後給我 降幾兩 降 那個降 降兩些你知道喔 我經過中華民國武權憲法的謀略 最後變成了台北市 對啊 你先會笑我都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不是當事人 我跟你講喔 一個人遇到這麼多事情 還可以不失去對人事的熱情 這個很困難啊 我還想說奇怪 艾茲事件 對啊 SOV都我寫的 都我訓練 最後只有一個很有罪 結果 怎麼回事喔 國歌會案 有一天有接到 調查局的傳單 你看上面寫什麼 貪賭案 我說奇怪 我在台大當醫生 怎麼會有貪賭案 我就去調查一些應訊 他幫我說你 四年前買的五張塑膠椅 現在東西在哪裡 我說我能不能回去找找看 我說 啊 如果沒有找到 用涉及公務員通讀稅 10年以上有期徒 我說啊 如果找到 你用這個涉及 這個公務員不時登載 那五年以上 還三年以上 有期徒刑 你知道為什麼會 登載不時嗎 因為我們那個 郭輝報上都叫助理報上 我們買了五張塑膠椅 每一張三百九十五塊 然後他找一個人口去買 他說 結果他找一個文具店的老闆去處理 他說 塑膠椅是家具 不是文具 你用文具報葬 涉及這個燈載不時 所以 如果沒有找到 叫公務員貪圖罪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如果找到的話 叫 涉及公務員燈載不時 5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那天走出調查局的時候 我就決定選台北市長 人家說你怎麼選台北市長 我說我已經桌頭無路了 所以我跟你講 我當台北市長 絕對也不是什麼 我有愛心 有什麼救國 對人類 有熱心公益 絕對不是 我當年是因為走投無路 光鼻林 走鼻上涼上 你知道 這個國家紅 我每次說我已經很慘 我看最近高鴻安 你說 哇神經病 我這種打我 欸 打他六十萬 那你那個十二億跟十六億 那時候不去查 我打成這個樣子 欸這國家 以前封的現在還是封的 這國家也在併下來放啊 我每次講這個故事 你知道 我說這個 2017年2月17號 早上8點30分 這個我執完台大院的大一班 掛上我的衣服 來跑 走出台大院 九個月以後 就九月一選舉 台灣政局全面關裝 欸這個是 2014年2月17號 我宣布參選台北社 這一張照片 以後一定是歷史照片 我非常清楚 因為這才太傳奇了 你看喔 這個是誰 你知道 這蔣衛水 蔣衛水的統項 這個地方就是 蔣衛水紀念公園 然後你看看喔 那參選 參選台北市長 就掛一個 白布條 改變台灣從首度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這讓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 然後一個 壓克力版的講台 然後就開始 宣布參選台北市長 改變台灣從首度開始 改變台北從文化開始 這讓以文化為主體的社會運動 也是台灣議長第一次 以改變政治文化當訴求的選舉 結果當然這樣 九個月以後 台灣政局竟然翻轉 2014年太陽花 那時候太陽花學 才能開始 太陽花學是 2017年的10月 這太陽花學很多 那時候 那個時候政治大壓比較狂熱 改變成聲 所以這樣 柯文哲說 如果給台灣的年輕人最大起訴 就是just the food 勇敢的坐下去就對了 我跟你說 那個2014年太陽選舉是這樣 你馬後跑看 哇 崑子好厲害 當你一個人走出台大運的時候 你真的確認你會員嗎 怎麼可能 那個時代 國民黨還在的時代 怎麼可能 這個齁 其實這樣 如果從此 你知道 你不再把 成敗當作你死 不是那麼在意的話 從此不管成功失敗 都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門 因為變得比較勇敢 所以喔 這個 我一生幹過最困難的是什麼 一日雙爬 這不是叫你一天吃兩個蛋 這個 這個是要從 這一天要騎520公里 哇塞 困難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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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要從 這從 富貴角燈塔 你知道 一路要騎到柯山坪 從北台灣 多多多 連著這個西亞岸 一開始西亞岸線 後來到裡面 然後騎到 一天要騎520公里 所以我們又不是那麼玩運動 這是我幹過最困難的時候 這是騎到台中那一段 一開始人很少 越騎人越多 很像那阿甘正傳 我到台南到高雄的時候已經萬人空降 其實一日雙爬有它的政治目的 要讓全體台灣人相信 We can do something in pass 這邊哪有可能 原來怎麼可能 各位這樣 這個是 表面上的 我跟妳講 雲霜還是要練習 這句話是科學家巴斯德講的 我跟台北市70公里 再從台北騎到新竹100公里 再從台北騎到雲林240公里 再從台北騎到雲林280公里 再從台北騎到高雄380公里 最後才是騎520公里 我跟妳講 我不是第一天就騎520公里而已 一顆騎520公里 一顆死掉了 然後 你看看 這都是每次往前推 對 每次在 真的講 你有沒有辦法逼迫自己 再往前進 尤其你那一關在進 從100公里變240 240變380 380變500 每次推去幾百四十公里 不怕失敗才會贏 我去騎一日雙爬的時候 我的幕僚問我說 是啦 你確定你騎得到嗎 我說我從來沒騎過 我怎麼知道 我跟你講喔 我們上去就說 這不可能 那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你沒有事情 那我知道 所以這樣喔 其實一日雙爬它是科學喔 這個叫 這個我專有名詞了 Cycocity 你要坐上去 H 你要知道喔 我騎一日雙爬那台車是 就是 那個喔 你知道腳踏的是喔 就是那個手法要 離坐墊多長 要多高 寬度要多少 那個 那個坐墊要幾度 甚至那個 你的腳跟那個踩 那個坐墊跟那個踩踏 要差幾公分 欸這全部是科學喔 然後後來 來 來拍一台車你知道 沿著我要走過一遍 連那個高低都算出來 然後 讓我踩這個 欸這是科學喔 欸 這一個人要騎車 要做多人看 你看 喔 這個還 這個完全是科學 那喔 要算你踩多少的時候 幾瓦的時候 當你的心跳 心跳是多少的時候 那個乳酸會多少 然後換算成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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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的瓦術 你知道嗎 那每天 講到每一點點 這就在 外面大家講喔 It's Science 那是科學 但是喔 為什麼一日雙腳這樣很有趣 我那時候騎的時候 他說我沒有算過 你26分鐘都會騎到 你怎麼說的 爬咪的 所有的參數 全部都 包括你的體靈 你的乳酸 多少會堆進 你如果維持在多少功力 所以你在踩的時候 你要維持在110瓦 這樣你有最長的續航力 什麼都做完了 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 我這個都有科學的 訓練前是多少 訓練後多少 出發那天下大雨 天啊 哇 一隻雙腳起頭腩 你看 各位看這計畫 你知道嗎 最壞的打算 最好的準備 暫時 就是不得掌漠的世界 你可以做最好的準備 但是往往出現最壞的局面 所以喔 我們最近在念西遊記 你看 而且很奇怪 蘇陸空不是跟柏伊 一換就十萬八千里嗎 那為什麼唐山上要走十四年到西天去靜 叫蘇陸空去搬回來就好了 不是嗎 蘇陸空搬回來去西天 為什麼他要走十四年 你知道西遊記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你懂嗎 你的一生 只有你自己可以去做完 你的父母 你的朋友 都沒有辦法替你走哪一趟 這是西遊記真正的意義 更有趣的是 所以 所以 我跟你講 以前我當老師 那是罵學生 我以前看到那個學生失戀 你知道嗎 一副鑰匙不活的樣子 都在罵他 我現在就不會罵了 因為你又不是他 他的感受只有他能夠感受 他的痛苦只有他不知道 所以從此你知道 你的一生你知道 你遇到人被一番禮的 我都要你自己去承擔 你的父母也沒有辦法幫你 不過我騎來一日雙塔 還拿到證書 騎了28個小時 其實也超過一天 這個 不過那一日雙塔 有個秘密的 你知道為什麼都選228 因為我只有那天騎得到 早一天不行 晚一天不行 我那個 我第一次騎那一日雙塔的孩子 我那個口袋裡面有一個 典獎稿 我一定要騎到這個 騎到這個乳卵筆拿出來念 所以我一定要騎到 所以這句話很有意思 是 生命當中的每一天 不是像 我也是這樣 人家說 如果你要提字 要提什麼 我都覺得說 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其實每一天都不一樣 這個齁 我騎過那個環島 這個很漂亮 你知道 有一次我騎環島 你知道 這個地方是哪裡 你知道 七樓大小 前一公里 有一次我騎那個 我是 好像是二月 騎到 七樓大小 前一公里 所以齁 這個要跟大家講什麼 你知道 其實 認真過每一天 快樂過每一天 然後 就 就 我跟你講 隨時可以 能夠 引救 能夠珍惜你的美 這樣就好 很漂亮 我那 我那時候騎腳踏是環島 我在台北西西 騎到雲雲 所以很漂亮 給他照一張照 不過這個文字你知道嗎 從此他們不再是地圖上的名字 他們在自己腳下親身成功 從此他們造了生命之後有不同的意義 在談台灣的意思下 我就能騎到雲雲 這個 最後一張投影片 你有多久不敢夢想 如果有完全把我才去做 沒有幾件事情可以做 台灣是一個海洋國家 海洋國家的性格就是冒險犯態 面對困難應該要怎麼做到 不怕失敗才有機會成功 成功和失敗唯一的差略 就是意志裡而已 我希望在一日衝打之後 台灣任何一個人 在追求夢想的過程當中 遇到重重困難 好像怎樣都不可能完成死 總會想到前面有大臉 但全世界都不相信他的時候 堅持他的夢想 不曾剖寫過 他相信自己 堅持追求自己的夢想 這個 你們很快就要 進入這個殘酷的社會 認真過敏天 快樂過敏天 然後可以欣賞 作為的環境 然後 不管成功失敗 都是你生命當中的一部分 你要何必如此在意 還有齁 你的這一生 希望你自己能夠去活 旁邊的人都只能關心而已 所以齁 所以這樣是 外國一個人 活在世界上 可以 堅持自己的夢想 其實這是個幸福 好 這樣有 好 我們開放同學提問好不好 這個 這個那邊那個 那一位先生 阿伯好 大家好 我是新大的學生 然後 其實 滿感動的是今天 聽到那個 柯市長的演講 還能夠聽到就是 好幾 就幾年前在 那個網路上看到 柯市長在其他地方的演講 講到的就是 那個 細節你沒有讓我爸爸 死在廁所前面的故事 就是會讓我覺得 好像柯市長 就是堅持的東西 還是有一些東西在 那我想問柯市長 就是經過這八年的執政 在 就是 原本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領域 政治當中 就是 經過了這麼多的事情 那有 如果我之前問過瓜姐 他說 他覺得政治其實就是一直在交換 你可能要選擇自己的底線 就哪些價值是自己堅持不能交換的 但是其他很多東西在政治當中 會一直做出交換 那我想問阿伯就是 什麼樣的價值 就今天談了這麼多 阿伯你的人生觀 那什麼樣的價值 是你認為 堅決不能交換 然後你也成功的堅持他 你也到現在沒有交換 謝謝 我跟你講喔 其實這個 這個認 這一條事其實有真正的答案 盡力而為 我意思你知道 你今天講實話 被拖出去被槍斃 你不講實話 這大家都會原諒 問題是真實的世界不是這樣 常常你不講實話 你只是 也許會被白眼 也許燒一點困難 可是 大家都沒有勇氣 所以在職場當中 看到不對的事情 都幾個人敢舉手 所以有一句話 你知道 國家的正義 你知道 不應該是靠一個 強大的意識力去維持 但應該是 絕大多數 國民小小的堅持 我最近在台北市議會 就遇到這個案子 你知道我們那個 那個 那個警察局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監視器 他用一分鐘兩秒的傳入速度 85%的刑機 就被拒絕了 就議會硬之後 改成 一定要用一分一秒鐘 3MB 從85%的 85%的用2MB 那改成 全部100%的用3MB 台北市認為 一年要多發8600萬 10年是8.6億 結果這個案子 就是 在 我自己主持會議 或者在警察局說 這不需要 我 我還為了這個 把那個專家會議 我親自主持 然後叫警察局進來說 你剛才想說85% 因為我就實在觀察 每個月撞一千支 讓他們在撞 然後就檢視說 影像有沒有 傳輸有沒有 我已經知道 我數字說85% 用2MB就可以 結果 在議會 竟然通過說 要用3MB 他是用單數 但是他不會說 我一定要用3MB 他怎麼寫 他說 如果台北市的 監視量2MB的傳輸速度 那麼 監視器滿 所以要用100萬畫素 問題是100萬畫素 以前買不到 所以他就用 變相的說法 要逼我們用3MB 結果你看看 在議會竟然通過 通過 他們一定沒有料到 有個叫科 他想說 到底今天在選戰 開打 你知道 有時候他要去 我還是全省要呼選要幹什麼 結果他沒有料到 我在選舉前 你知道 最忙的時候 我還是每天準時7點半上班 而且我要求 預算審查 凡是 有加 淡數 有加附帶決議 逐條報告 都被我發現這一條 把黨當破搭 我說 都已經 講到不需要 你們為什麼要讓台北市 今年多花8600萬 我說他提複裔 他送去複裔 我未來說 不要說我突襲 說好 那個複裔的時間 在選舉完後 第一個禮拜 結果這複裔議會複裔過 複裔過 複裔過 是堅持議會原來的決定 哇 這個我就很生氣了 你想想看喔 那我在臉書上寫 我在公文寫說 財團勾結議會 炸取國家錢財 我都罵議會這樣 其實我跟你講 跟他的檢討是 我自己的部下 為什麼都配合臉書 我們的副市長 又參加政黨協商 警察局是主管機關 所以有一句話 你知道嗎 不要要求 你知道嗎 一個國家的證明 要靠一個很強大的意志 然後去擋住 應該是靠絕大多數 國民 國民啊 小小的堅持 所以是這樣啦 國家這力量在國民前行 有什麼樣的國民 就選出什麼樣的總統 所以如果你對當今的政治不反應 先怪你自己 我跟你講喔 今年的選舉 你知道 有沒有買票 比2018更嚴重 他以為說 因為通後平症 大家要變窮 我不曉得來 但是我非常清楚 今天的選舉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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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我知道台北市沒有了 你們這些 來自台灣各地的人 我就問你嘛 就你所知 你們那個地方有沒有買票 那如果一個國家買票會影響選舉 那你期望什麼 我這樣問你就好了 啊 所以國民的 所以 所以 所以你剛才在問我什麼 你的題目是 你看 我跟你講喔 他是這樣 我們不敢說我們多偉大 盡力 所以 所以 所以你非常有理由 常常跟人家問 欸 理想跟現實怎麼處理 大概是什麼 你知道 堅持理想 做最小的妥協 那你不要都還沒堅持就 先妥協一下 我跟你講 像我剛才講那個案例 一年多浪費8600萬 竟然會從台北市政府 送到議會審查 還經過呼籲 你還通 還議會堅持 這要不是我 當然是這樣啦 我還是很 我是 意志力太強 你知道 把他擋住 他有沒有擋住 當然沒有 因為他還是議會的戰術官 所以我後來要走的時候 我特別在那一份公 我都 但是老實講 我寫上我自己進來有事 這不是只有議會 我們自己也有仇 我自己的部下也有仇 我寫說 財團勾結議會 榨取國家錢財 這是一個 這件事情 是一個人的事嗎 這樣多少人可以而才出境 如果絕大多人都舉手說 這個不應該這樣 擋住了 可是竟然一步從台北市政府 到議會又繞一圈又再回來 所以我回答你的話 我們要開始激起國民的這種 我們要讓絕大多數的國民 都願意小小的堅持 所以你問我說有什麼 我也不敢說 我跟聖人有百分之百 一定不行 我常常是這樣 盡力很盡力 也許我活得很痛苦 我每次都安慰自己 我一定要讓敵人更痛 好 好 謝謝 董事長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您覺得台灣的健保制度是正確的嗎 您覺得醫療資源是不是應該要是一個 大家要需要努力才可以得到的東西 而不是一個國家給大家的 那這個樣子的話 即使有一些沒有錢去住病房難看 就是您剛剛所說的 六樓七樓的外科 或內科都不願意收的病人 都不願意收 那這些病人是不是 他就應該要自己去處理 承擔他的後果 我跟你講喔 其實這一題要標準答案 我們要很誠實的面對的是 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健康保險法第44條第45條 裡面就明白規定 如果要實施全民禁保 你看 要實施家庭醫學制度 然後要配到那個 那個分級跟轉診跟論文記者 寫在法令裡面喔 台灣的健康 因為我是醫生喔 對這個不要說 健康保險法第44條第45條 明定 如果台灣要實施健保制度的話 就要實施家庭制度 怎麼要家庭制度 就是說你身邊 不可以到處看醫生 你有這樣 固定的家庭醫師 然後他說你需要轉診 他要轉診 轉診不是說 你現在就 考到醫學中心 要看 按照你病情的嚴重 要分級 轉 然後轉診制度 還有要診人記錄 就是說不可以 論見記錄 就是說 這多少 我家庭醫師 我雇一千個人 那我就 這一千個人 我要零 按照 按照 我照顧幾個人 就零多少錢 如果他們 照顧品質好不好 我可以多一點錢 而不是因為我做越多零 越多錢 我跟你講 這就是我 我去當市長以後 我就發現 我們要很誠實地面對一個問題 台灣從來就不是一個法制的國家 法律定在那裡 沒有人在遵守 我跟你講 台灣不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 我們不用發明什麼東西 我們只要把邊做得很好的超越來就好 所以我跟你講 健保制度每個人都知道問題在哪 健保明明就規定 那 加一次度 分級轉整 路人記錄 四個條件才可以實施健保 結果沒有啊 為什麼 因為設健保以後要討好財團 討好醫界啊 所以是這樣 這也是一個問題 在這個國家 你知道 我每次說 什麼是對的 什麼是錯 大家都知道 對的事情沒有人做 錯的事情沒有人在做 你怎麼辦 你不要人過來 盡力也盡力 我常說 柯文哲的重要性在哪 這個唐吉柯非常大量 有一個柯文哲擋在那裡 以後的人就會想說 他都可以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沒有一個案例在那裡 大家一起站就好 好 你好 我想請問 就是關於剛剛說 沒有建那個德雷沙病房 然後 我覺得這點很偉大 因為它是 就實現社會正義 但盈利也相對比較低 那有沒有曾經想過 其實可以走 比較輕鬆的路 然後 可能可以 賺更多錢還比較輕鬆 就是有沒有曾經想要放棄 這個邏輯喔 我跟你講 有一次海濤法師遇到 要不要看了一看 就要講一句話 你的夜障重 所以 各位說 算了算了 海濤法師 那個很有名 你的眼睛夜障重 一切都是假的那裡 如果遇到他 那我要看了老半面 就是要把你的夜障重 我也是說 算了 夜障重還沒辦法 對啦 每個人都很想 很想 輕鬆一點 或 比較CP值要高 cost effective 但是這樣啦 我不會鼓勵每個人 去當黃花鋼類似的 我還是那一句話 國家是利用在國民選擇 就是說 我希望大家 我沒有叫你一定要去 我跟你講 分球真的太累了 每天這樣工作這麼久 我也覺得不需要 但是我希望大家 盡力盡力 可以正義的時候 正義的 對人家好一點的好一點 做什麼事情 盡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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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A的人翅膀 A大一 A的人翅膀 比我無限大 加美人手好一點 剛才那個案例嘛 國家的正義 不應當是靠 一個人強大的意志 而是絕道都是國民 小小的堅持 我們每天看到 那不公不義 為什麼你都非生氣 政治是被縱往後來的 我告訴你 為什麼新竹棒球場 十億的工程款 不能公開 當然我現在高安上去 我看他敢不敢公開 我不知道 通常是這樣 有一天你發現 我卡 這次公布要死很多 裡面還有我的朋友 怎麼辦 每天都有一些考驗 所以我是這樣 我是反對亮點政治 我反對什麼 什麼 什麼 立竿見銀 什麼亮點政治 什麼脫離 我覺得不需要 國家要是一個很穩定的 小小的 每天一點點進步 那會比較好 阿沒有 下課 柯市長 柯市長你好 那這邊想請問一下 就是 你也有講過就是 你的履歷表 就是非常清楚 就是兩項工作 就是 一個是台大醫院的醫師 然後一個是台北市長 那就想請問柯市長 還有沒有 什麼資家上的建議 可以分享給同學的 資家上的建議 就是 有沒有什麼 像有沒有什麼是 如何找到自己 自己最適合的工作 那類 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 講到最好是那一句 要把心存殘念 盡力而為 不然就是 認真過敏 一定快樂過敏 其實那一句話 後面還有一句 認真過敏 快樂過敏 那如果實在沒有辦法的話 也要終止快樂的過敏 為什麼 你不要奪畢折磨別人 認真過敏 一定快樂過敏 那如果實在是做不到 不要裝得快樂的過敏 你何必每天擺一個臉 讓大家不意外 那我還是那一句話 我沒有叫你明信 我以前在台大當老師的時候 五十幾歲 每次都罵學生 啊不用勾不認真 啊 沒辦法 我現在就可以罵人 你可以過你喜歡過的生活 我只希望說你盡力 愛一點 做自己非常容易 你不要老實 你要悔憤什麼 那你都不知道 我要悔憤又要成功 那我那一回事 所以你要是喜歡過快樂的日子 那你夠 那你不要講說 我要飛黃騰島 要成功 我跟你講 每次人家說 啊可憐 那我給我 欸市長 以前那公務員都跟我說 欸市長 一定要抓大放小 不要這個 什麼事情都要 勢必貢獻 啊最重要的 不要每天七點半 就要來上班 因為大家陪你上班 大家都很痛苦 盡力 那我覺得 我覺得喔 我覺得如果可以做到 Be your same save your same 這樣就好了 我做事實 如果可以的話 多證明一點 這樣就好了 自己說 我覺得 我覺得我不是一個好的摩托 太辛苦了 我也不太贊成 那個 所以例如說 歷史是少數人撞到 不要 我們還是那句話 國家的正義 不應該是靠一人強大的意志 不應該是 絕到都是 國民小小的解釋 嗯 就是你前面有提到說 有一個病人在 拆業科模前一天半夜的 病情突然急轉直下 就是突然出現狀況 那我想問您 就是請問您在 遇到這種 沒辦法預測的狀況的時候 會怎麼調適自己的心態做什麼事情嗎 還有那一句話 你知道我為什麼 我說在台大院的時候 學生都知道科技歲還知道最好笑 我們可以騙說而已 你知道世界上誰最難騙你自己 我很討厭 第二天早上在查房 我看那個電影 那戲裡面也想說 我等晚上留來看就好 你知道嗎 所以才是這樣 不要留下來 儘量不要讓自己留下來 所以我們不是每個病人都救了回來 但是不要讓自己留下來 但是這樣 這也是為什麼 我發現很多醫生到最後都麻痺 所以說 還是麻痺 盡量 還是我們一旦盡丟 盡力而為 每個盡力的方法都不遠 盡力是 像我盡力可以騎520公里 你盡力也許騎到70就不了錢了 但是你不要再關度 關渡公一上車 騎20公尺就下來了 你好歹騎到導演蹭一下我 蹭一下 不過通常喔 那個時候要騎 我看到絕大若青 大概騎到新莊 結果就少掉一半了 一半沒到 柯市長你好 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你剛剛有給我們一個 問題是怎樣才算活著 我想問一下這個問題 你的答案是什麼 或者是你人生的不一樣的階段 各個答案是什麼 怎樣才算是活著 每個每個的定義不一樣 但其實是這樣啦 對我來講啦 我師父我在 什麼意思你知道 你還有表達的能力 你知道台灣喔 台灣大概每一瞬間喔 大概有8000個租人 賺一趟就有8000個租人 賺一趟就有8000個租人 大概平均會活掉 所以每年大概14000個 所以每年大概14000個 為了每年8000個租人 一年大概要花200多億 我就算過了 三萬一個租人 兩個租人要多少錢 假設一個月要三萬 一年大概一年就要36萬 36萬 乘以8000個租人 8000個租人 我以為 我當時都算不算幾億 所以是這樣喔 在每個人每個人的哲學不一樣 我覺得 人是所有人是因為他有思想 會講答案 所以當 所以我被人的定義 那這個是 但是我沒有辦法揮單 你知道有一個腦瘤 二性腦瘤 開刀可以活一年半 可是 都半生不隨 不開也許活三個月 比較快樂一點 你選哪一個 你是要攤在倫理上面活一年半 還是快快樂樂活三個月 沒有標準答案 這個陳佩琪的惡規就是這個病 我那時候看一看 我說不要開 陳佩琪堅持要開 我也沒有去 去跟他爭取什麼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這還沒有歪過 怎樣才算是活著 這個是一個很難的題目 你要自己找到你自己的答案 植物人你覺得有沒有活著 我認為沒有 可是 所以 這也很有趣的題目 這個我原來在台上 我做過一個調查 如果 你有兩條路行人 一個是你死掉 一個是你變成植物人 你選哪一樣 大概選 死掉的大概九十幾發 如果你媽媽有兩個行人 一個死掉一個變植物人 你選哪一樣 大家都不敢勾那個死掉 你自己都寧可死掉 為什麼讓你媽媽變植物人 這就是 社群命的問題 這裡很難的題目 怎樣才算是活著 這個 所以 為什麼今天講我的人生觀點 因為 因為像這種題目 你要你的人生的看法 這是李登輝那麼好講的 我說我去看李登輝 李登輝齁 他說齁 要嘛你有很強的哲學觀 不然你乾脆簡單的方法是宗教信仰 要嘛你有很強的哲學修養 如果你也不是那麼 那麼 那個 跟迷彩一樣 很喜歡讀哲學 還有一個方法 宗教信仰 那如果你沒有宗教信仰 又不知道怎麼有哲學修養 那如果你沒有宗教信仰 從此你一生就 漂浮不見了 就沒有一個 一個人生觀 所以李登輝 李登輝連我都想傳教 我是沒有給他傳教成功 那這題沒有標準答案 你回家有沒有 怎樣才算是活著 這很難的提供 你知道 我的答案跟你的答案就不一樣 所以你要形成你自己的答案 給那個小美美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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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執政期間 當然 您有哪個證件是最想施行 可是最後卻沒有成功 通常性老筋 比較通常性老筋 我想說我最後沒有成功 我堅持的氣 可是最愛是被他飛彎 今天講彎又說他要恢復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們這裡面如何唸 社會科學 你知道那21世紀吃本命 要看他厚厚一本 其實裡面只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用錢賺錢比用 勞力賺錢快 第一條 第二條 所以 貧富懸殊已經越來越低了 這第一條 第二條 要解決以上之物體 這兩個方法 一個是守得累進罪 一個是社會福利 偏鄉做事 所以不可以七樓室的社會福利 一定要守得稅 累進守得稅 那個叫什麼 21世紀吃本 裡面就直接 你不要看那一本 裡面撞 撞毀就只有兩條 七樓室的 七樓室的社會福利是醜的 為什麼中央進哪去 因為成功 很簡單 這個 我還看到 那時候我看到 每個縣市都一直加碼 有一次我還看到那個 那時候什麼 現在都可以指名道姓 我在電視上看到那個 衛冥谷 以前那彰化現場 都花三千塊給那些島的 花三千塊給他 然後問我 阿伯你很高興喔 你怎麼給三千塊給我 我都很高興 我看你如果住在桃園的話 65歲 你一年可以領八千塊 一年端爐重陽 中秋過年 所以一年每次領兩千塊 一年可以領八千塊 你在台北市領零塊 所以我五年 我當市長 八年我翻五百七十億 政府佔八年 負債增加一千四百億 民調很高 七十幾八 我民調三十幾八 可是如果用一百年的子孫來看 你覺得哪個是罪名 我就問你一句話 你會不會 花錢 借錢 發還 叫你多次去還錢 你會看什麼事 不會 為什麼從陽近老青每天都這樣 那些老人把錢發完 那問題是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那你每天這樣發完 誰要還 下一代 那你都不會借錢叫女兒子管 那你為什麼 中陽近老青堅持要用 那你留一大堆 我會知道底了 就是 反正我發完 拿完 以後人管他去死 就是這樣 台灣 台灣這沒有國 我們這沒有集體概念 我們跟國家的概念好像是對立的 我們不知道國家是我們的 從陽近老青是一個很赤裸裸的人 看到人性最悲劣的 然後沒有政治家 沒有他沒有政治人敢去碰這一條 我是呆呆的不小心去碰 碰到以後 撐到最後 我下台人家改掉了 你想想看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但是 我跟妳講喔 那個以前的 這阿扁啦 聽說這是阿扁發明的 有兩樣我很想把它廢掉 結果沒有失敗 一個從陽近老青 那一個是市長獎照相 然後我要花四千多張照 照四千多張照 那個就是 我那個上來 然後家屬照 家長照旁邊 然後給他一個 市長獎 然後鏟方燈一張 我要國小 國中 高中 然後到生意大學 照著到四千多張 照到那個市長摩托 不要壞掉 我就要抱怨 我說這個 他說市長你不要抱怨 現在是少子話才四千多張 你才是優勤戰 你知道他為什麼 他就是為了選票 照一張摩托的框架 然後送給他家裡 然後就回家 我後來 我後來要廢掉你知道嗎 那這樣 標接 結果九十七本 九十七年幾個%的學生 堅持要不要用 有些東西喔 我都知道他沒有用 可是改不掉 所以阿扁發明了兩個東西 讓我很痛苦 一個是市長獎照相 一個是抽獎鏡腦鏡 我也喝不掉 我廢掉要被你弄回去了 市長你好 我之前有看過一個訪問 您說 以你的能力 你不會想要再回台大醫院 繼續打醫生嗎 現在以你的心態跟能力 你還會想要為台灣整體做什麼嗎 這個齁 這個齁 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回台大覺得很不舒服 不愉快 不太奇怪 我以前是TOP的醫生 最頂尖的醫生 世界起 我跟你講喔 我在離開台大醫院之前 我每天自查念五個小時的時候 再加上臨床 我大概 我工作時間不會小於十二小時 每天喔 幾乎沒有什麼放假 才有把我維持在 世界那個規模 問題是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已經讓我們 中間空掉八年了 其實應該正確講是九年 因為選舉一年了 當市長 所以有一天 就說你曾經是世界級的高手 有一個發現 你再也不能是 世界級高手 你就覺得你講 退出將 所以以後你 因為你沒有當過世界級的高手 你承認是大陸的高手 現在發現 有了阿冠就去台東行醫 當個小鎮醫生 那你說我要幹什麼 其實我沒有幹什麼 我跟你講選總統很難 這一次我們那個民眾黨選一次 我就知道了 群體很世俗的一面 要人脈要有金脈要 要先準備兩百億 大概學一個總統 最便宜的八百億 比較像樣要準備一百億 那我們又沒有貪污總要一百億 都百億 選總統說一百億是基本款 我彈不過裡面要出來了 我又湊個一千萬都不太好 所以我彈幾顆的 那你就說不然你選幹什麼 那有個笑話 我剛才講的 我說我要讓民進黨勾發兩百億 因為他背負我很困難 說他一定要勾發兩百億 我們這樣可以促進台灣社會財務充分配 我大概都講笑話 不過這樣啦 人活在世界上 我每次都鼓勵自己說 我們又在騎一日雙塔 一日雙塔是有騎過 所以我一生趕過最困難的事情 就是一日雙塔 那是意志力的折磨 我每次講說我過高雄 那一段我完全沒有記憶 對不起 我那一段我完全沒有記憶 奇怪 那一段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可以騎過去 敬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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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以前 RVI的 李登輝晚年都很少去找他聊天 我一直找他 李登輝每次都講說 啊 要是找你我改觀的問題 你人想要是你敢改觀 但是我覺得這一句話 我以後應該加上我苛責的一段話 但是你現在不做 四十年後還是一樣 所以有一句話 我不能期待你知道 有一天我們可以改變 一天可以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你更不能期待 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國家自己可以改變 盡力啦 盡力啦 很困難啦 我也知道 選舉很花錢 要人脈要金脈 然後要 我懷孕 我懷孕 其實台灣這個很齊情的時候 我當台北市人還好 那個 有一次我去雲林 我遇到葬禮戰 他說他說他當會很多時間在 那個紅白鐵 他說你們台北市還有 第一殯儀館 第二殯儀館 他說他很羨慕 他說雲林沒有殯儀館 他那個要一天要跑四個地方 剛好在雲林的四個角落 他一天要報銷掉 可是你不跑 不跑紅白鐵 還會當選 哇 那只有柯文哲 你選舉 你有本事 不掛招牌 不掛傳單 不用宣傳車 不買廣告 還選得上 我現在告訴你 只有柯文哲而已 我幫你講個例子給我看 好了好了 這可以差不多了 還有沒有 還有什麼 大十多萬 那個 董事長您好 那謝謝市長 你今天來這邊 和我們分享的 女生光 然後我這邊想問 董事長的問題是 我要如何建立 自己這樣一套人生館 或是您在建立 自己這一套人生館的過程中 有什麼樣的建議 可以給我們 你知道人生館還是那一句 心存善念 盡力 就是這樣 你要知道我們人常常會說到亞洲 還是會有怨恨之學 盡力 我們希望這個世界 所以我們也講到最後一句話 希望台灣英雷由我們 變得更好 我們不會希望說因為這四月以後你變得更爛 這不是你的目標 所以你說 當然是 當然 我跟你講 單單這一句話就很難 因為常常想說最好能不能不勞而後 最好能不能 從這個國家多化一點 不勞而後 多 多佔人家一點 便宜 當然也講說 你為什麼不贊人家便宜 為什麼不 不難得 而且最氣的是 他都可以為什麼不可以 很難 盡力 盡力 我從來 我後來 我不是講過 以前當老師 你都罵學生 不用碰了嗎 我後來就不太罵了 Be your same 這比較容易 最難是 特別your same 做自己 然後接受自己 然後盡力 還是那句話 一個國家的致力 不要靠 只憑一個強大的意志力 這才是 太慘了 應該是靠 應該是靠絕大多數國民小小的堅持 我跟你講 這次那個 我們那台北市議會那副議案 我就看到什麼叫人性最悲劣 也不是悲劣 大家就是要當好的 那我在罵議會 其實我自己心裡有事 我自己的市政府也是一樣 大家就是 大家人人好嘛 可是台北市說 一年多花8600萬 10年是8.6億 為什麼這一次也會成功 很簡單 我8600萬 我2000萬拿出來分給大家 我還賺6600萬 你說 是這樣嗎 我是啊 以前就是這樣 不然這案子怎麼會過 怎麼會跑成這樣 對啊 敬禮啦 敬禮啦 我沒有叫你當毛髮缸類似的 敬禮啦 可以做多少 算多少 謝謝 好啦 醫生們該回家睡覺 謝謝 市長今天 這麼晚還跟我們大家一起 在這邊分享他的故事 我們最後一次熱烈掌聲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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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